我在讲习当中曾经多次报告 我自己 年轻的时候无知造的杀业 抗战期间跟日本人打仗 我父亲是个军官 而且他是个军界官 他所管的就是这些武器弹弱 所以枪支使用就非常方便 我记得在那个时候 我们家里头长枪短枪 总共好像有八支 子弹很多我 所以我父亲天天出去打猎 他起得很早 天还没亮就起来了 把我们也叫起来 跟他一起去打猎 每一天 都由猎物带回来 那一段日子 生活很辛苦 这我们家里天天有肉吃 油 打鸟 野兽 用黄色炸药 用黄色炸药 就炸鱼 我那个时候 跟我父亲打了三年 不出去打猎了 也练射击 差不多平均 每一天 总要打十发到二十发的子弹 打了三年 所以这枪就打得很准 不能到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是靠得住的 练到什么程度呢 不需要瞄准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 枪法非常好 练出来的天天打嘛 这个三年 杀害的众生很多 学佛之后 才真正知道忏悔 所以我一记错佛法 了解这个四十真相 我就吃素食 放生 布施医药 赎我过去的罪过 我父亲四十五岁过世 过世那个样子 跟地藏经上讲的完全相同 那是杀业的果报 他为人很善良 待人很好 但是沙森 带动物就不好了 对人好 对动物不好 我亲眼看到 杀业的果报 那个非常痛苦 他生病 那个病呢 就是我们中国人将发疯 这外国人家神经病 疯狂了 看到水 就往水里面跳 杀鱼杀的毒 看到山 就往山上跑 杀野兽杀的毒 受了将近半年的折磨 他走了 给我很深很深的印象 从此之后 我再不去碰枪支了 我明白了 我父亲给我献食的是 沙森的献食报 果报在山土 非常可惜 我们接触佛法的时间太晚了 我是26岁才接触 如果能够提前圣年 这些罪业就不会造了